唐统已靠近曹军,他早已察觉,莲花也躲在船上。 莲花是因为担心智郎而跟来,那么他就要做好自己角色才行。 另一边,曹军众臣们在讨论着智郎投降的目的。 寻诱推测,智郎是为了救真诚,很有可能吴国已经知道他们被疫病传染一事, 而断定曹军会吃败仗而亲自来保护真诚。 曹操也可能拆掉智郎的来意,所以就把他关起来。 以免他带真诚逃走,而大臣们应该着手解决疫病一事为重。 这时,庞统已已抵达,而智郎故意让曹操以为他是间谍, 那么曹操怀疑庞统是间谍的几率就会减少,剩下的就要看庞统的本事了。 曹操早想与庞统见面了,他说庞统想与之见面应该可以在更早之前, 为何要选现在?庞统说到自己被三月一事所耽误。 他帮三月出招对抗吴军,并且问曹操要不考虑下与三月联手对抗吴, 大臣们听到便躁动起来。 三月不只要吴的国土,还有他们的汉也一样。 庞统表示要三月帮忙还要交换条件才行。 当打胜仗时,希望曹操能把鲁陵南海以及桂陵军交给越人治理。 虽然他们与汉会脱离关系,但他们不会和汉作对,还会与汉结盟。 否则曹操就算打胜仗,以消耗大量兵力的曹军也难以抵挡三月的威胁。 相反,只要把刚刚说的地方交给三月治理就能解除这危机。 大臣们虽然不满,但他们挺认同庞统的计划。 过不久,曹操把真诚叫来认人,真诚也没见过庞统, 可庞统却被真诚的眼神吓到,仿佛内心被看透一样。 当然真诚也没拆穿他们,随后曹操为庞统安排房间, 晚上他们还要商讨与越合作的细节。 庞统和莲花来到房间,刚好他们都会读纯术,方便沟通, 因为他们被两名士兵监视着。 庞统说真诚的眼神跟月印的一模一样, 也就是说他早已察觉庞统的目的。 此时,周围的大军早已停在曹军面前, 他想看看曹操要如何应付现状。 等曹军全部上到前线, 看守智狼的士兵就不装了, 他正式矛盾,准备把智狼杀了先给仲打。 智狼经过昨晚那战后, 一体会到自己的变化, 他也想找人来比试一下, 顺便看看自己接近仲打多少了。 智狼这一说刺激到曹顿, 比较仲打对于虎豹琴来说, 是像神一般的存在, 此时被激发斗志的曹顿不养于五虎神的实力。 曹顿一刀砍下, 直接把岩石刺穿, 可面对暴雨般的突刺。 智狼显得有刃有鱼, 他利用之前所领悟的小缘来化解攻击, 但是被靠住手脚的智狼依然没有胜酸。 曹顿连带岩石横砍, 这下智狼应该化解不了吧。 智狼利用硬气弓硬扛下伤害, 但他还是受到内伤。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风, 原来是另一名士兵搞偷袭, 这士兵也来头不小, 他的枪数是传授于黄尸虎。 他们打算前后夹攻, 但两人联手, 他们应该早已取得默契。 这样的话, 智狼就有活路了。 智狼先是躲到木条后, 等待枪刺破的一瞬间, 躲掉枪头。 他利用雷霆打到格子, 而速度减弱之时避开, 可矛盾的大刀已到他面前。 智狼利用锁链松弛的一瞬间, 吸收了刀的力道, 那么矛盾只好把他抛去撞墙好了。 智狼早已料到他利用墙壁当踏板冲向矛盾, 智狼也料到矛盾会使用轴机, 正好把他的木板打掉, 再来一发仙气发劲干掉矛盾。 接下来就到枪死了, 智狼侧身接过木棍, 再利用同样的招式把枪死击倒, 智狼就这样显身了, 如果他们在外面动手应该就完蛋了。 而在另一边, 吴军不站而退, 应该是为了确定朝军病情扩散的情况。 那么吴军很有可能在近日内发动战争, 曹操的援军和粮食也持持未到, 很可能早已被吴军断了他们的联络线。 一旁的庞统说他们援军未到, 吴军早已经发动战争, 而且他们传病令早在好几天出发, 要是吴军在这之前已经做好决战的准备, 就表示吴军早知道他们疫病的事情。 曹操看庞统说得如此轻松, 肯定有妙计, 那就是连环计。 就是把船用锁链链接成为水上城堡, 这不只用于防守, 还能成为进攻城堡。 第一边, 真诚知道智郎没事就好, 然而曹操还是不放心智郎的到来, 不过他却表示曹操需要的是信仰, 而不是军师, 而他不是那个信仰, 他还有别的使命要完成。 在结束前, 他是不会跟智郎离开的。 第二天, 庞统的连环计已经完成, 他不想照这咒语的意思去做了, 他也想掌握天下。 另一边的吴军也在开会, 而决战最重要的任务在黄盖身上, 黄盖也要去向曹操扎详, 加上他们的火烧连环计, 就已经有一半顺利在窝了。 这放火自然正是黄盖。 而曹操那边已经通过庞统, 预测到黄盖递详书, 他们已经成功引诱吴军使用火计, 可庞统的计划却需要牺牲很多病兵, 真诚知道后一定会不开心的。 另外, 参谋也怀疑庞统预测到太准了, 他怀疑庞统是间谍, 曹操却说真诚已经确认庞统不是间谍了, 大臣们却一一反驳他。 曹操说真诚成功地呼唤天宇挽回士兵的心, 大臣们听到都无话可说了。 另一边, 庞统去病兵那边视察可用的士兵, 莲花早已被病人吓傻了, 病人认为他是真诚而向他道谢道死, 这让莲花内心崩溃, 而真诚却能像病人家人一样陪伴病人死去。 这些死前的病人都对死亡怀有不同的恐惧感, 幸好有真诚照顾让那些病人能面带笑容的死去。 庞统觉得那是成佛像, 他之前听月银说过, 他们越是有走向, 是超越恐怖与痛苦的, 华佗说士兵们看到真诚都会被他所影响, 但连环祭会给这里带来残酷的结果。 到了晚上, 真诚请求曹操答应让他去智囊那边住一晚, 曹操问他站前就是要鼓励士兵的时刻, 他问真诚是否知道这代表什么, 真诚表示知道, 而且他还知道连环祭就必须牺牲病兵。 连环祭不防守, 退阵才是目的, 利用病兵下开血路, 反正都是死。 病兵们应该也会选择为曹操而死, 因为他们相信唯有这样做, 曹操才会承诺照顾他们的家人。 曹操说当然, 全体人民都是果知根基, 既然曹操如此坚定, 真诚也要狠下心才行。 看真诚如此坚定, 曹操也批准了真诚的请求, 真诚一看到智郎又变回那个普通女孩, 智郎也知道连环祭要牺牲病兵, 他让真诚别憋住, 今晚就尽情释放吧。 两人也在那晚成为了大人。 智郎对于把真诚带回到三国很是愧疚, 真诚表示, 他们都是身怀龙之子的使命来到这时代, 还有他们共同的敌人重达, 等战胜重达, 他们就要一起回到原来的世界。 另一边, 孔明顺利回到刘备身边, 托智郎的福, 他才得以托身, 因为智郎投身于曹操, 让周瑜怎么都没有撩倒。 孔明能安全回来, 是因为周瑜要刘军与之狼大战一场, 不过孔明有妙招, 那么他们就假装上周瑜的当把。 大战将近, 周瑜开始飞幅的演讲, 让士兵们热血沸腾的上战场。 另一边, 曹操也在鼓舞冰冰, 说他们能够左右自己命运, 随手拿出竹简。 真诚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写在上面, 让冰冰认为曹操不会忘记他们的家人。 冰冰们自发地选择为曹操卖命。 庞统也惊讶, 曹操竟然能够将二派士兵合力一起战斗, 刘备真的可以打赢曹操吗? 事后, 曹操让许柱去找庞统, 他说有件事, 只能拜托许柱。 战场上的风向已变, 也就是战争开始, 吴军已经派出军队, 吴军的前锋船黄盖已经抵达, 详书上写道他会来投降, 曹操也只好将计就计开门让他进来放火, 黄盖点燃船只直接冲向曹军中央, 那么接下来这场战役将会由谁获胜。